哎呀你逗死你哥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们这环境挺好的 对啊这个楼 这个楼还不错我家住那边顶楼 你顶楼是吧 你电梯要等5分钟了我们看了一圈 我们今天电梯有人摸飞摸挂我 所以说还有 还有几个不能用 所有楼都在顶楼 那行 那我们找个地方喝咖啡 走了 好了 那咱就来在加拿大国民品牌挺好的 咖啡咖啡聊聊 那行就到这里替你安排 OK 要不我们到那边拐脚一点 ��게요 这还有一点 我们都被拿大ivat 今天特别高兴跟我们文浩一起来聊一聊在加拿大这边的生活 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在加拿大这边的情况 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感觉比较印象有点深刻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分享就行 先简单说,来加拿大到现在快6年了,14年了 你来6年了? 我来加拿大快6年了 我从国内09年了,上完大学,13年毕业,在国内工作 一年之后发现,对国内有些现状不是特别满意 那是年轻的时候有些东西想法 后来觉得可以出国来看一下 当时选择的最后考虑的一番决定在加拿大 到了沃沙滑之后,第一印象就是又冷又农村 然后单位是山东 对,国内山东 来到这5-6年之后吧,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而且对我来说,你知道这个地方虽然是特别农村的 但是冬天最好玩的是在哪?冬天最好玩是可以去花雪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农村 这个回头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单独再跟你说一下 然后我在14年到16年,在卡尔顿那些读技术管理硕士 然后在16年2月就毕业了 你是来读本科吗? 我在这读的研究商硕士 因为我国内是本科毕业的 你本科毕业过来不过来? 对,我从14年到16年读的硕士 16年之后呢,其实真的有gap了大概一年左右找工作 那个时候也挺麻烦的 因为找工作,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留学生 刚拿到工作的情况什么也不懂 这个地方就是也可以小小讲一个taste 就是说毕业之后去边境拿到工具 这个或者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放在边境下来 你这地方还挺丰富 然后我们可以专门做一集 毕业之后去边境拿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说看找工作 边境好拿 对,直接就是转一圈就可以拿到 然后比在这边从网上申请大概要快三个月 对,那些如果真的急着要找工作的人 就是拿工具的文化 这个是成功 对,然后当时回来之后 拿了工具呢,立马就申请申请移民移民 然后一直等到 因为各种原因等到 本来18年1月就可以等到19年1月才能 然后后面这个可以再 在这个移民工作 就咱们以后可以做个系列 跟听听文号 我们聊一聊这些生活上的事情 是,然后就说找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16年的9月 在一个卖游戏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工作 是吧 然后那个工作其实 工作其实特别烂 讲道理 然后11块5一个小时 当时最低工作是11块4个小时 对,11块5一个小时 而且特别特别累 每天都要搬大概有 每天都要搬大概有 四十,就是四 人家说是体力性的一个 对,四乡的游戏要从架子上搬下 再搬那种大同大同的东西 然后经常这样搬 后来干了多久 觉得没有发展 然后就辞职了 然后就辞职了 你那是体验生活 这是 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挺远的 在马上远上班 是吧 在马上远上班 然后去那个地方公交车还没有 我没办法 我必须得自己 当时是买了一辆车 后来发现在那个地方上班 连游戏 连车都养不起 这是哪一年啊 16年 连车的游戏都养不起 所以没办法 然后 后来又找一个朋友 当时是我在上学 因为有好多同学 有同学在卖 服役的头发的神奇 他在那儿 我说你能不能推荐我进去卖 因为我在国内 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可能会懂一些这个东西 然后 他说好啊,没问题 就把我推荐进去了 推荐进去之后呢 其实我在那个地方 我进去大概不到两个星期 我就成了那个地方的top sales 是吧 对 那你这个能力很强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后面再聊 就那个地方 因为老板是华人 特别特别坑 然后这个如果就是说 找工作 有华人老板 或者说这个东西 这个确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的时候 等于这个华人之间 华人的故事确实比较多 对 然后大概干了有不到三个月 就不干了 而且说实话 不是我不想干的 是相当于我 因为我找他要被推荐的工资 我被fired掉了 这个故事看来也比较多 对 然后后面因为有了工作经验 我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 把我推荐了另外一个卖手机 那叫fired的dealer去做 那个时候做了又半年左右 然后也一直是top sales 然后后面就 又自己找了一下 去了radio center 就咱们上次见了 就到了radio center 到另外一家卖手机 就在那儿 做了一年左右 其实后面也是 后来觉得就是不愿意做retail了 否则的话 其实做retail的话 我可以就是一直在那儿 在我们那个large district 一直是top tee 前三名 然后当时就是后来发现 因为做retail呢 那个时候我大概能拿到 你就是算上底薪加贴 大概能拿到7万多加元 那相当不错了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也就到头了 不可能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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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每天都要伺候一些 就是你知道vido center就是人 特别多特别多 每天要伺候特别多的客人 有的人如果碰上一个特别不nice的人 难缠的人 对 或者你难受一整天 而且这个东西跟 就是干这种销售 跟你的management support 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经理不支持的话 那时候会得多 而且特别难受 后来就因为晃了一经理 然后就不做了 到现在呢 就是正好那个时候 我们朋友 就是咱们今天聊个kevin 他现在就在做成业 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做 正好我们都共同的好 你这个你这个精神状态 我觉得适合创业 就是那种拼搏的精神比较 开户的精神比较明显 然后那个时候 正好我们16年 有一个共同好友 他是通过冲灰杯 这个后面可以单独自立 对 然后呢通过冲灰杯 他入围了 然后在国内 创建了一个公司 在18年的时候 他的那个公司 达到了A轮 还是B轮融资 1000万人民币 所以说当时这个事儿 非常鼓舞我们 然后我们俩也是特别有 有干解人的 想创业干人的一阵大事 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搞一些创业的东西 然后我们一拍结合就一起搞 然后是这个 后面就是 从那开始 我到现在一直属于自雇 因为当时我卖手机 卖的一些东西 积累了一些客户 客源 所以说我现在 按我的生活费来说 我一直在卖宽带团 所以通过这个东西 我可以购我自己的 生活客销 我现在呢 用卖宽带大概一年四五万块钱 也是够的 然后就等到那个 然后就现在就一直偶尔里面 一般一直跑 然后这两名一直跑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看怎么 就是说 说通俗一点 可以说就是在国内 你享受一个拼我的过程 然后在国内挣到钱 时候来加拿大也享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然后简单说 我对自己的打算 就是因为现在出院 还在各种跑落地的过程 然后如果落地有一个地方 落地成功的话 我对自己的打算就是 找了一个切入点 对我对自己的打算就是 在那个落地的地方 就是我们 where business happens 对吧 我在我那个 business 落地的地方 我会一年在那个地方 大概至少六个月 然后呢 回来 然后我会更prefer 我会更倾向于夏天回去 冬天回来 因为我是一个 这个是比较完美的一个 对 因为我是一个滑雪人 特别喜欢滑雪人 很多人相反 很多人希望是夏天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冬天回去 对我来说无所谓 因为我喜欢那个冬天在这 因为我喜欢滑雪人 然后我宁愿怎么说呢 在国内疯狂 然后好好的干六个月 然后拿够 这个状态 在这边修五到六个月的价值 就在雪海上滑雪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很好 对 然后就简单说 现在我们创业呢 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就是简单说一下 简单的 一个是就是关于中国和加拿大的 全国医疗 就是说我们那个全国医疗项目呢 团队领葬人是原来沃塔华大学 中部加联合医学院的副院长 然后呢 他现在因为想 那个不想极限于那个 沃塔华大学医学院的限制 他想跟加拿大还有北美的 更多个医学高校和国内合作 所以说他自己出来出院 然后呢 那个时候因为我女朋友 曾经在他那个office里面工作过 所以说我女朋友 给我搭了一个线 那我们修备俩就去 一拍即合一起做 另外一个项目 是和我的好朋友开门一起做的一个 也算跟我的专业有那么点相关 这叫超高精度激光气体传感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拿激光发射器 我们自己发的激光发射器 然后进行那个工艺上传感 然后这个东西 因为这两个东西呢 一个是属于现代服务业 或者大教育医疗教育 另外一个呢 是高精进制造 所以说这两个就是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积架不放的一个栏 但是对我来说这两个项目都可以落地 而且我们预计的落地地方 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南京 如果都做起来的话 就对我来说挺方便的 两边被来为好 然后后面也不知道该怎么 大概就是可以这么说一点 然后为了做这些项目呢 为了做这些项目 我还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专门考了一个PMP 就是PMP是什么 Project Manager Professional 就是那个PMI 那个美国项目管理协会认证的一个项目管理经理 证书 所以说我觉得学了那个之后 对我目前这些管理这些项目 有一个理论支持很比较好 有一个理论之处 然后再结合一些实践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 对 这就是我想的有一个理论基础 再加上我现在有机会可以实践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想想好你自己的career development 想好你自己的发展 然后找到一个 你想做的东西 然后呢 找到你想做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再选一下 你自己要考一个什么证书 也有可能你不需要一个证书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理论 或者你的实践 有一些瓶颈 或者你发现你做的效率 没有那么高的话 可能就有一个理论支持 有一个理论支持可能会更好 这是我在这个考证书上 因为这边也有很多证书 像什么CFA CPA 那些 再加上 专业性的证书 那些证书 那些证书的话 如果感兴趣 我可以找一些特别有 特别有经验的人来找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